昨天我們上的課 我已經全部掛進網站裡面了 昨天上的課全部的錄影檔 桌面錄影檔全部都在這邊 那你要看的話就直接點進去 比如說這個 因為我是放在YouTube上面 所以就直接點進去看 那這邊有那個解析度的 因為這片板子 可以把它調到你要的解析度 然後可以放大 YouTube的操作我就應該不用再細講 所以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你可以做複習 可以做複習 那今天的原則上我也會錄影 那回去再把它放進來 那因為它這個是部落格 它文章會一直往下跑 一直往下跑 那所以 如果你以後要回到這個地方 你就要去爬文或者自己記得 這是什麼文字 然後那個要去搜尋一下 好 那我原則上只會把這一個 就是我以後 我們以後會做課程 那線上課程我會都放在這個地方 所以我這邊做一個連結 你以後如果要進這個站 就直接點這個連結 他會把這一篇拿到這上面 那後面還會再加 我只有做那個連結而已 那延期的部分 因為每一次都不一樣 我就都會有新的東西 所以我就不再特別做一個連結 所以這個部分就是歡迎老師 分享給別人 或者是自己拿來步行 或者直接上課偷懶 就放給學生看 讓他自己照著做 然後你在下面去行間巡視也可以 好 那我們就裝好之後 麻煩各位把它啟動一下 一樣S2A 然後等一下 然後我們要把那個板子接上去 所以請各位把你的設備打開 把你的設備打開 那如果你的板子沒有接在一起的話 麻煩你 把那個袋子打開 然後呢 他的接法是這樣子 他這兩邊 這兩個針腳是平行的 這前面兩個針腳是沒有平行的 平行的這一邊 就是那個底部 Arduino板子底部 就是對齊的這一邊 所以 所以應該是這樣 這個綠色的接 這個綠色的 插銷的那個插座 這個是電源 外接電源的插座 跟這個黑色應該是放在同一邊的 那你這樣分辨就不會錯了 然後把底部對齊 底部對齊 那如果你的那個接腳 因為他接腳是軟的 所以有時候會有點歪歪的 你就把它稍微扳正了 然後把兩個組合在一起 稍微瞧一下 兩邊都對齊了之後 兩邊都對齊了之後 兩邊就稍微壓一下 這樣子就可以進 就可以進去了 那通常這一片 就不會再拔起來了 通常這一片就不會再拔起來了 如果你真的要拔的時候 就左右左右稍微 稍微左右左右這樣往外拉 就很容易起來 你不要硬扯 那學生不會把他 他會往某一個方向硬扯 那個腳會整個都歪掉 那你又要調很久就比較麻煩 所以我們通常就不會再拔了 然後呢 就把那個 USB 的線插上去 插上去之後 然後一樣把你的 Transformer 就把它連接 把它連接一下 那我們這一次就一樣 是用那個 含網路積木 含網路積木的部分 然後點連線 請各位先把它連線起來 拜拜 拜拜